第262集 秦恩西沉默 安德烈开口 现在我们也失去了他的踪迹 只知道他被毕克的人带去了全三角 但是全三角的范围太大 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范围 他身上的电位装置被发现了 傅恒义原本以为 他们是能知道沈秦岚的具体位置的 现在却告诉他不知道 恕不失望是假的 他的眼底有着懊恼 要是早就知道会这样 当时就不那么高调的宣布订婚的消息了 他也没有预料到 BK的人胆子竟然这样大 竟敢跑到京城里来抓人 秦恩西在看到傅恒义手上的腕表的时候 忽然眼睛一亮开口道 秦岚的位置我们暂时不能确定 但是你可以找到他 你什么意思 傅恒义看向他 秦恩西指着他手上的表 这表里有追踪定位装置 只是范围很小 只有一定的距离内 才可以互相感应 你的是装在手表里的 秦岚的身上也有一个 之前也是装在表上 但是这个目标太大 所以后来 我就将他改装了一下 装在了他的项链上 这么一说 傅恒义忽然想起来 前段时间的某一天 他发现 沈青兰开始戴项链了 当时还问过他 他说是心血来潮 他忽然清醒 沈青兰的心血来潮 我现在需要如何配合 你身上的紫器 无法主动开启 现在只能期望青兰了 而且这个追踪器 有个致命的弱点 必须相距两千米以内 才能感应 五百米以内 才能知道具体位置 所以想要知道它的位置 我们还是需要一步步 缩短搜索范围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傅恒义当机立断 他连一秒钟都等不了 等等 你能离开 一国今天吗 这件事我会解决 明天下午四点 魏国清禾镇 我在那儿等你们 傅恒义说到 走到门口的时候 停下脚步 跟清兰一起被带走的 两个女孩 现在也跟她在一起 是吗 不 那个叫于小萱的 已经找到了 只是被喂食了 过粮的安眠药 现在正送到医院洗胃呢 他人就在兴罗市 还有一个叫做颜希的 我们没有找到 应该是被一起带走了 傅恒义点点头 从别墅里出来 他给韩义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直奔机场 买了最快的航班 又转到汽车 终于回到了基地 我要去拳三角 傅恒义直接跟领导人说道 基地领导 看见傅恒义回来 就知道是为了什么 不行 我一定要去 傅恒义 你现在还知道 自己是个军人吗 领导是一脸的怒容 这件事的利弊 我已经跟你分析过了 我也已经联系了警方 他们正在全力追踪 你妻子的位置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安心等待 傅恒义脸色很沉 如果今天被抓的是你的妻子 你还能这么说吗 领导脸色一僵 不说话了 推挤其人 他或许也做不到 沈青岚是我妻子 他更是因为我 才成为BK的目标 如果我不去救他 那我有何颜面 再继续穿着这身军装 领导缓了缓脸色 缓身开口 诶 恒义啊 我理解你的心情 如果这帮人还在国内 我肯定毫不犹豫地同意你去 但是现在 他们已经出了劲 这就不是单单是个人的问题了 很有可能 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邦交啊 他没有说的是 在傅恒义来之前 他已经给上级领导 打过电话 报告了情况 上级领导 也立刻联系了外交部 让外交部去跟他们沟通 但是 现在暂时也没有消息传来 我请求 以个人名义 去营救我的妻子 我的行为 跟我的国家没有任何关系 傅恒义沉声开口 领导震惊地看着他 傅恒义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知道 这次行动 我会为自己负责 要是不小心被发现了 我一定不会留下任何证据 领导沉了脸 一言不发地 看着傅恒义 这件事 你让我考虑考虑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傅恒义 领导拍桌 傅恒义分毫不让 两久 领导叹息了一声 我知道了 三个小时后 我告诉你结果 傅恒义文言 转身出了办公室 领导重新拿起电话 拨了一串号码 沈青岚醒过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颜希 只有她一个人 被关在一个房间里 手脚都被束缚着 她试着动了动手腕 发现被绑得很紧 房间外面 似乎有人在低声说话 她听了一会儿 已经可以确定 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 应该是全三角 因为这些人说的是 当地的语言 她虽然不会讲 当地的语言 但是大致的意思 却能明白 她现在很担心 不是担心自己的处境 而是担心 颜希和余小轩的安危 在昏迷过去以前 她记得那些人 想要带走颜希 那么余小轩呢 她是否还安好 那些人既然敢在京城杀人 那么余小轩的处境 甚至比颜希还要危险 而离开前 那个电话又是谁打的呢 那个男人说是 有人指定要带走颜希 这个人是谁呢 目的又是什么 颜希是颜家的人 难道是因为颜家的关系吗 沈青兰想不通 药物的作用 使得她的头脑 现在依旧有些阴阴沉沉的 她歪着脑袋 向下压了压 发现耳钉不见了 眼底闪过了一抹金光 沈青兰知道 耳钉不见了 就明白了自己身上的 其他定位装置 也肯定不见了 她没有去看自己脖子上的项链 因为她无法确定 这个房间里 是否安装了监控设备 而沈青兰的判断 是正确的 此刻 在她的隔壁房间里 确实有人正在观察她 见她醒来后 第一时间去摸了耳朵 不由地笑了 那个耳钉果然有问题啊 没了那个耳钉 我看他们怎么吵到的 说话的 是东方面孔的男人 赫然就是将沈青兰 他们带回来的 其中一个男人 站在这个男人身边的 是另外一个 额头上有疤的男人 听见男人的话 说了一句 即便是找过来也没事 傅恒义舍了我们 这么多兄弟 他的老婆 现在在我们手上 只要他敢来 我就让他有来无回 Kin 不是说了 要好好折磨这个女人吗 而且还要拍视频 给傅恒义 那我们现在 应该可以动手了吧 Kin说了 要好好招呼这个女人 但是不能弄死了 行 男人回答道 看着眼前的屏幕 笑得残忍 房间的门被打开 沈青兰看向来人 是那个东方男人 沈小姐 你醒了 沈青兰淡淡扫了他一眼 坐在地上并不说话 他刚试图站起来 却发现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就知道自己昏迷的时候 肯定被注射 或者喂食了什么东西 没有感觉到其他方面的异样 所以他暂时也无法确定 他们给他的药物 除了让人浑身无力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作用 沈小姐 我们请你来这里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你的丈夫傅恒义啊 他曾经杀了我们不少兄弟 这个仇呢 不能不报 你是他的妻子 我们找不到他 自然是只能找到你了 男人脸上挂着笑 在沈青兰的对面坐下来 很有耐心的解释 你们跟谁合作 什么 男人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最后打电话 让你带走颜希的人是谁 目的又是什么 沈小姐 你现在的自身难保了 竟然还有时间 去关心别人的死祸 你说 我是该说你胆色过人呢 还是应该说你 先吃萝卜 探操心 你既然知道 我是自身难保 而且 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 康 根本就不打算 让我活着离开这里 迟早都是要死 那么 你告诉我 又有什么关系呢 男人煞有其事地点点头 沈小姐你说得很有道理啊 只是很可惜 我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我妈 就是一个办事的 听从上面的命令就好 男人说的是真话 最后那个电话 是可以亲自打来的 不过他很确定 这并不是听本人的意思 那我另外一个朋友呢 你们将他怎么样了 自然是放了 我是手信用的人 说了会放 肯定就是放 只是有没有找得到他 那我就不知道了 说完 男人站了起来 居高临吓的 看着沈青岚 沈小姐 闲话说完了 现在 我们开始上正餐吧 沈青岚文言 脸色不变 心里 却是松了一口气 只要他们 没有对于小萱下手 伊登和西思丽 就会找到他 东方男人拍了拍手 进来两个男人 将沈青岚拉起来 带了出去 沈青岚这才发现 这里竟然是类似 寻信室一样的东西 倒是跟别墅里 金恩西刚刚隔出来 那间很像 房间的中央 有个十字架 他们将沈青岚 绑在上面 从头到尾 沈青岚的脸色 都是平静的 没有任何波动 东方男人也不在意 好戏 还没开始呢 从墙上拿下了一根鞭子 手一扬 鞭子就落在了 沈青岚的身上 沈青岚闷哼一声 垂着眸 不说话 东方男人 见沈青岚的反应 来了兴致 鞭子一下又一下地 落在了他的身上 沈青岚能清楚地感受到 鞭子跟皮肉接触 传来的痛感 他额头上 渐渐冒出了细汗 身上的衣服 已经被森出来的血水浸透 男人打累了 停了下来 看着从刚开始 就一言不发的沈青岚 紫紫感叹 这个女人 哪里是一个 普通的前进小姐 说她 是被训练出来的 特工她都行 这忍耐力 比一些男人都强 优优独播剧场上 可能 我们下证 就重点 我们下 facilities 卡 锯 卡 太人 马 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